有粉丝让我讲这些涂层模式 别看他这么多啊 其实不难 你只要记住三个点就行了 第一 它跟PS里这个是一回事 看到这些线了吗 这就说明它的功能是分了组的 我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给大家做了个总结 第一组就是不同程度的把颜色变深 第二组不同程度的把颜色变亮 第三组给颜色加对比 亮的更亮 暗的更暗 第四组给颜色做反向 就是说你画一道红的 它能给你变成绿的 最后一组改变颜色 这第一要点记住了吧 第二知道几个常用的就行了 没几个 正片叠底画阴影 选不好颜色老画脏的无脑用它 第二绿色加素材最常用 这种黑底的素材直接改成绿色就能实了 还有这三个画亮部我经常用 特别说明一下颜色简单的用法 你先填充满黑色再改成颜色简单 然后再用亮色去加光 这样比直接画的效果好 除了这几个常用的之外 其他的也有好看的效果 这就是第三个要点 你管的啥原理 你就试起呗 所见即所得 出来的 中文字幕——YK